有請副主委 有請黃副 西委員你好 副主委你好 我們主席跟各位先生大家好 其實關於農會法第25之一條 其實我這樣翻了 其實我們對於總幹事 農會總幹事其實要求蠻多的 副主委 可是發生的事情還是蠻多的 各位看一下 這是2013年 這個大甲農會總幹事收押 因為移做假帳 拿了800萬 這應該算回扣嗎 個人帳戶交由農會自行使用 農會涉嫌以做假帳 將該筆款項分24筆 提領一空 農會總幹事劉振文 秘書 凌晨收押 這2013年的 這是關於這個 這個所謂 倒股乾燥機採購的問題 2014年 三峽農會總幹事遭約談 有30多名假農民買地 加入農保 借此繳交低額保 健保費 65歲還可以想每月上萬元的老農年金 約談三峽農會 農會理事長 總幹事 還有總幹事的太太 圖利 這個移送 2015年 這個李全教的這個會選裡面 獄警區的農會總幹事 黃澄清被控在議場 幫議長買票 然後擔任李的總幹事 競選總幹事外的幫案 就是說副主委 我們給總幹事這麼多規範 我看一下那個25-1條 肉肉等 可是我們總幹事還是常常出狀況 我們除了這個資格的核定減核要求之外 你覺得為什麼 幾乎每年一見 這個頻率也太高了 這裡面有這個回扣的事情 有農保的問題 有競選的時候當莊腳的問題 就除了我們這些規範之外 我們目前的農會法 有沒有需要再更進一步去修訂 去檢討的部分 這個依農會的一個性質的話 我們是對於農會的業務 做一個監督以及檢核的一個部分 那這三個有在監督嗎 這三個案子 有檢核到嗎 這三個部分的話 我們一般都是依檢調的處理 我意思是說農委會 在我們現行的制度裡面 這些都沒辦法先發現 或是去監督它 副主委我想這樣問 就是說我在想農會法 是不是有其他部分應該更進一步的 比如說選舉BUB 我們現在採取的是 吳敬明連計 雖然有一些條件下 可以這個吳敬明限制連計 那很多人認為說 這個其實跟地方政治會參與很深 我們不可能更進一步的 用單計法嗎 或去修正這些選舉的規則 對 有關這一個部分的話 那農委會有沒有想辦法去檢討它 對 我們回去 我們會去檢討 因為這個裡面提到的 有幾項都是操守的一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 委員所建立的這個地方 去加強它的一個操守的監督 副主委為什麼這樣提 其實我個人是蠻支持 這個邱委員的修正 我覺得應該比較清楚的確定這個資格 可是我們又擔心 這個理事長幹完以後來幹總幹事 總幹事幹完以後來幹理事長 這個會不會像普丁 你知道俄國總統普丁做完以後當總理 總理做完以後又回來當總統 他現在是總統 可是他之前已經幹過總統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個結構 你沒辦法好好監督它 就算我們列了那麼多規則的限制 我們回覆讓它一些規範比較明確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地方政治的影響還在這裡 譬如說其實主委 副主委 其實我也有連署 剛才我們林代華委員 這個55歲限制 因為我也覺得這個不平等 為什麼有這個年齡 可是我們理監事其實是有任期限制的 我們總幹事有沒有任期的限制 目前是沒有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應該回歸他不要年齡的歧視 可是一定的任期限制需不需要 農委會之前都沒討論過嗎 難道是我今天提才發生這個事嗎 副主委你們態度 這個我們來檢討看看 這個就是說 我們不要給他年齡的歧視限制 可是一定的任期的 任期的那個 對 用理監事有嘛 對 對不對 那總幹事沒有 理事長不斷的換 可是總幹事還同一批人 或是現在理事長也可以來當總幹事 那理事長跟總幹事合流 這問題會不會更大 這個副主委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 是關於我們農業金融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請金融局長 農業金融局長 副局長 副局長 我們已經成立農業金庫了 可是這個案子還是非常多 2011年東山農會職員超貸放款 這個2012年台南傳訓百育人也是農會超貸 我真的不想一個念 2013年6個農會炸貸18億 這個不主委今天想問的是2014年這個案子 這個我們前委員蕭景田這個案子 下一頁 他是2014年貸款14億1000多萬 這是我們段一康委員揭露的 這批連帶是由農業金庫主辦 參與放款的還有中華民國農會和12家雲林農會 15家彰化農會 其中放款最多的是全國農業金庫 共8億7千多萬 我們副局長 這個案子現在情況如何 目前那個都正常 正常的情況什麼叫正常 就旅約都正常 旅約正常意思嗎 不是 副局長我想問 蕭景田委員現在是全國 中華民國全國農會的理事長 那農業金庫貸款這麼多 現在是不是還貸款8億多 給理事長 這個會不會有問題 目前那個中華民國農會的總幹事 他是金庫的董事 那這個案子在提董事會的時候 一規定那董事會迴避 董事要迴避 董事迴避 可是你看下面這裡 你這個 這個所謂農業金庫 你知道他這裡面有多少 中華民國農會的代表嗎 張永成是常務董事 徐江海 朱先生 蕭先生 楊先生 一二三四五六 這六個都迴避嗎 對 只要是利害關係人 一規定都要迴避 而且這個要經過董事會的重度 那我想請問副局長 當這六個都迴避的時候 你們還決定要帶給理事長 對 這個是經過 就是迴避了董事以外 農金法規定要經過重度的決議 你們其他一二三四四個都是農委會 所以你覺得農業金庫 帶八億多給中華民國農會理事長 這沒有問題 因為這裡面還有讀董 我是只有那個 我知道啦 你沒有讀董 對 那是整個董事會的成員 一定比例通過 所以理事長可以帶這麼多 你們不會覺得有瓜田以下 我當然知道你做了一些處理 就是這些中華民國農會的董事 藏務董事回避 可是它對你們都沒有影響 因為一般受信 這個評估都是根據五批的原則在辦理 並不會因為說你是關係人 就有特別的一個寬鬆 不是 副局長我只是想問你 如果從農委委會的角度 這都不會有觀感跟形象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的農業金庫 貸款給全國農會理事長八億多 這都不會有 你們都不會考慮到 就算這個 所謂全國農會 中華民國農會的這些董事們都回避了 你們都不會覺得這有問題 這個在比照銀行的監禮方式 其實銀行一般也有關係人的放款 但是為了避免利益輸送 所以這一方面 就會有所謂的回避的一個規定 可是副局長 我真的覺得農委會的態度很有趣 我不是說你們違不違法的問題 我是說你們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這是蕭景田所有的貸款的細項 他貸款對象非常多 可是整個金額最多的 各位可以看到 各個農會他都去借錢 彰化的 雲林的 然後我們的理事長借這麼多錢 然後去開飯店 我的意思是說 從農委會角度而言 這個案子都沒有問題 報告委員 他除了開飯店以外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農用的一些用途 是 那因為金庫跟信用部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扶持農業的發展 所以這一方面 14億帶給一個個別的 然後這個人又是當理事長 我想請問副主委 我想這個案子當然是前朝辦的 可是從新政府角度 你們現在接手 你們看這個案子 剛才副局長的解釋說 這完全合法 可是合理嗎 和社會觀感嗎 是 有這個問題 我意思是說 我當然我不是去指控 副局長你們代乎職守 可是我只是說 當你一直在幫他們辯護說 這有迴避了 這沒有問題 你來跟我講 他有做農用 我的意思是說 可能法律上 他可以某種程度 都做到某種程度 可是我覺得 從農委會的角度 在這個案子 從我個人角度 我覺得理事長 根本就不應該去提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就根本不應該進到 這個農業金庫裡面來討論 農委會看到這個案子 今天進來來講說沒有問題 14億耶 然後你今天來講說 還款正常 表示這個14億還是繼續在貸 我意思是說 如果前面 我們看一下 對不起 趙偉我再一分鐘就好 前面再前面 2011年到2014年 每年都有這些 農會金庫 農會是信用合作社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人都可憐耶 這些人帶的都不多耶 六個農會合台18億 人家一個人就可以帶到14億 農委會還出來保證說沒有問題 那我們查這些人幹什麼 我不是說蕭先生或蕭委員這個案子有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主管機關在看待這案子 太輕忽了 我希望 副主委 我希望你們上台以後能檢視一下 好不好 是 我們來檢討 謝謝